现在是早晨七点半 外边的天还黑着呢 我们俩起床了 现在是八点二十了 我们俩出门了 这个天刚刚亮 城里还没有多少人呢 我们俩看到这有一家包子铺 过来吃个包子 南瓜粥 八宝粥 还有一份泡菜 他家这个馒头超好吃的 吃完饭了 现在天已经大亮了 路上行人也越来越多了 我们俩今天去海陆宫呢 是不准备骑车去了 准备坐车去 现在往骑车站走 哎呀 这两天呢 主要是呢 让他好好休息休息 然后呢 放松地玩一下 因为我们俩已经好久好久 没有特别放松地去 某一个景点玩了 哎呀 上一次应该是在一年前了 这边人的生活啊 就特别适合我们俩 哎呀 现在已经是八点半了 他们才晨练 真好 我就说我们俩是幸运的嘛 看前面太阳照了一半的山头了 今天是一个非常晴朗的天气 太棒了 这个就是卢丁的客人站 我们俩现在直接去里边坐车 到摩西就行了 从车标说过直接的下楼 下到后边这个停车场 停车场呢 在这儿登个近 然后就可以上车了 这边都是去摩西的车 全是小车 坐满了就走 出发了 现在是八点五十 差不多一个小时就能到了 我们到摩西小镇了 这个小镇的建筑真的好好啊 就和苗寨的差不多 全都是木质结构的 特别漂亮 现在呢 往海螺沟景区走 我们俩是从底下上来的 差不多有五十多米走到这儿的 这边也全都是饭店 再往前走呢 就是海螺沟景区了 游客中心这儿 今天的天气是真好啊 太阳都出来了 前面就是海螺沟的冰川森林公园 这呢 是游客中心 我们俩先去这里边看看 现在呢 是免门票政策嘛 所以说呢 门票就不用买了 刚才买了两张巴士的票 一张是七十块钱 我们俩现在往里面走 里边呢 就是公园的入口处 然后巴士呢 也在前面这儿坐 这个就是海螺沟的游览图 我们现在在底下这儿游客中心 一会儿呢 得从这儿坐大巴车往上走 走到一号营地 二号营地 三号营地 最好的呢 就是四号营地 但是四号营地得坐缆车上去 太漂亮了 这么看着 看看一会儿能不能看到这种景色 后边这儿就是森林公园的大门 这又有一个此生毕价318 海楼沟 好像进了318这边啊 只要是一个景点呢 都会有一个此生毕价的一个标志 现在我们去这个大厅 登车去 捡完票了 现在上车 现在四季栽上防滑链 这个路上全都是雪 我们俩到干河坝了 是三号营地海王里面 这边呢 这边呢 能看冰川观景台 我们俩准备呢 从下边去做索道 去四号营地 先看雪 公嘎雪山 然后再去这边看冰川 现在买完索道的票了 135一个人 去下边做索道去 上四号营地 到着正好 车来了 我们俩都包了这一个包件 特别好 上锁道了 这个锁道做的 好好看啊 我们要是有无人机就好了 下次自驾的时候 我一定要买个无人机 现在到了四号营地了 上面这就是最佳的观景台 就能看到前面的公嘎雪山了 现在这还有一点雾 等一会雾气散了的话 就能特别清楚地看到这个雪山 这是他们拍的 一会我们俩就上这上面 给你们看一下 然后从这下去呢 是一号冰川的观景台 我俩先看完雪山 再下去看冰川瀑布 雾气散了 哇 这个雪山终于出来了 哇 太美了 这就是鼠山之王 贡嘎雪山 这一圈都非常非常的美 我们俩真的是太幸运了 已经很多天都是那种云雾缭绕的 看不见后边的雪山 我们俩没想到今天能看到一情二楚 太棒了 刚过了两分钟 一阵风 这个雾气又散了 又看不到这个雪山了 现在去冰川和瀑布 一百多米吧 哎呀 看这边的景色 哇 太美了 人在这照相应该会非常非常的美 太棒了 哎 你也好看不上了 好多人在这里拍照啊 前面就是一号冰川的观景台 看看能不能看到冰川 现在有雾呢 这个就是冰川的图了 现在下边雾气太大了 我们看不到冰川 在这先等一会儿吧 我们俩在这等了一会儿 这个雾气还是没有散呢 估计往前走去冰川那儿 雾气还是散不了 看这个真的是凭运气的 还好刚才我们俩看到了贡嘎雪山 现在是往冰川这边走 看这个景 真的是一步一个景啊 太美了 这个就是瀑布的观景台了 估计也是什么都看不到 上来了 这还有一个这个潮呢 这是用拍照用的 但是下边现在全是云海 看不到前面的大瀑布 雾气一片呢 不过说这边的树啊 还是蛮漂亮的 来到这个观景台了 果不其然 还是看不到前面的瀑布 但是看一下后边这个 靴劲儿也是可以了 也值得了 我们俩来这吃个饭 有点饿了 这个环境还是挺好的 我们俩一人买了一桶泡面 15块钱一桶 它这个烤肠还挺便宜的 5块钱一根 香飘飘买茶是15 我俩就不要了 这有这个我自己带的 大补水 哎呀 刚才吃饭的时候 有点高烦 还烦吗 现在 烦 试一下 刚吃完饭 本来想看一眼 宫嘎雪山 又没看着 哎呀 今天运气只好那么一次 看了那么一下宫嘎雪山 好了 现在准备再坐缆车 往回走了 没事 下去了 现在在云雾中穿梭呢 什么都看不见 我刚才缆车停了 我停了有不到一分钟吧 给我俩吓得已经不行了 他心跳已经快了 哎 我要下去 让他们给我道歉 不行 我也得问问他 为什么 你知道吗 就在这种云雾当中 什么都看不见 突然之间缆车一停 你就前也看不着 后边也看不着 左也看不着 我太害怕了 这种感觉 哎我的妈心跳 下来了 现在在这个锁道这 准备坐巴士 回去 现在在这等车 要不然就坐满 要不然就半个小时一趟 关键是整个等车的 救我们两个 这要等半个小时的话 天马上黑了 哎呀 车来了 我们可以在车上等的 能暖和一些 现在整个车就我们两个人 看来只能等半个小时了 我们出发了 下山的风景好好看啊 因为下山的时候我们坐对了边 你们来的时候要记住 上山坐左边 下山坐右边 我们到酒店了 这个是大床房 80块钱 有电热毯 也有空调 然后这边呢 还有一个标间 这个也是一样的架 这个标间有窗 特别大 我俩就没有这个 还是要这个大床房吧 我感觉空调能带起来 屋子能暖和一些